今天来讲这一章圣经 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 你当信我 是从第四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 你当信我 或者对着我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 对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 对忠义牧师来讲 耶稣就跟你说 忠义 你当信我 奴行 你当信我 见圣 你当信我 阿Mark 阿John 阿Peter 你当信我 Mark John Peter 你当信我 终于我们已经是门徒 终于我们现在是门徒了 耶稣都跟你说 你当信我 你当信我 或者你还没信的 耶稣都跟你说 耶稣也跟你讲 你当信我 你当信我 这里很长的经文 整章圣经是五十四节 整章圣经是五十四节 我们将它分为两大段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 第一 即是两个事件 一节只有四十二节 一节到四十一节 是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 那个是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 我们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里面 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怎么样去信耶稣 从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这里 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怎么信耶稣 然后我们从第四十三节到五十四节 然后四十三到五十四 是讲一个罗马人怎么信耶稣 讲一个罗马人怎么信耶稣 很奇怪的 那很奇怪 这里的都是 一个是外邦人 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一个是外邦人 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都不是讲犹太人 都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信耶稣很难 犹太人信耶稣很难 为什么这么难呢 因为他们有框框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 甚至全城的撒玛利亚人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 全城的撒玛利亚人 甚至一个罗马官 甚至一个罗马官 他们反而可以信耶稣 他们反而可以信耶稣 耶稣说你当信我 其实要信耶稣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要信耶稣是很不容易的 要对自己原有的价值 或者思想体系 是一个很大的开放 或者被冲击之后 你才可以信 是对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系 要很大的冲击 开放 然后你才可以信 第一段耶稣是 寻找撒玛利亚夫人 第一段耶稣就寻找撒玛利亚夫人 或者寻找撒玛利亚人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寻找 在第四节那里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的寻找 是在第四节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第三节 他就来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第三节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们去思想 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我们来思想 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耶稣去找撒玛利亚夫人 耶稣去找撒玛利亚夫人 就在五正的时候 就是在五正的时候 到中午十二点 大家都睡觉休息 大家都睡觉休息 都不出来 耶稣却是去做神 所猜祂所作的功 耶稣去做神 猜祂去做的功 所以祂是必须去撒玛利亚 祂是必须去撒玛利亚 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祂必须要去 祂必须要去 因为祂要去找撒玛利亚人 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 为什么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并且是十二点 在那边做事 就是第一节 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第一节 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 祂收门徒施洗 比若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祂的门徒施洗 主知道凡利赛人 听见祂收门徒施洗 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祂的门徒施洗 直接就记载了 祂就来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就直接记载 祂就离了犹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当我们去解释 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所以当我们解释 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这里是犹太 这边是犹太 那边是加利利 那边是加利利 他离犹太往加利利 就是由南往北 就是离了犹太地 往加利利 就是由南往北 撒玛利亚就在中间 撒玛利亚就在中间 他要穿过撒玛利亚 才去到犹太 他穿过撒玛利亚 才到加利利 但是犹太人 在耶稣的年代 他们是不走撒玛利亚的 犹太人在耶稣的年代 是不经过撒玛利亚的 不走撒玛利亚的 因为经过 之前他们的历史 以色列分南国和北国 之前以色列历史分南国和北国 北国的人 他们被授 并且和外族通婚 并且和外族通婚 所以犹太人 看这些撒玛利亚人 是习种 所以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 他们是昏种的 是不结的 是不结的 所以他们看他们 其实如同看狗一样 所以他们看 一些撒玛利亚人 如同看狗一样 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 所以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的 因为那边是不结的 因为那边是不结的 他们怎样去 由犹太去加利利呢 他们怎样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呢 他们宁愿走约旦河外 他们宁愿走约旦河外 就是约旦河的东岸 就是走约旦河的东岸 就是今天约旦的地方 就是今天约旦的地方 他们绕过约旦河外 从上面那里去 从上面去 然后在加利利湖的北边 然后从加利利湖的北边 或者是去到 那个下面的 是这个死海的北边 或者是在死海的北边 就是那里一路再上去 那边一直上去 这样再去加利利 就是那边从那边到加利利 他们走约旦河外的路 他们是走约旦河外的路 他们不会直接走约旦河的西岸 他们不会走约旦河的西岸 然后经过撒玛利亚去加利利 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 因为他们要避开撒玛利亚 因为他们要避开撒玛利亚 但是他这里就说 他来了犹太人往加利利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但他这里说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 从神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神要寻找撒玛利亚人 从神的角度 当然神要寻找撒玛利亚人 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看 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看 其实就是耶稣避了法利塞人 其实耶稣就是避开这些法利塞人 因为耶稣知道法利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比约翰还多 因为耶稣知道法利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 施洗比约翰还多 在犹太是很紧张的 在犹太是很紧张的 在耶路撒冷是很紧张的 在耶路撒冷很紧张 因为很多法利塞人 因为很多法利塞人 很多法利塞人都拒绝他 很多法利塞人都拒绝他 都不信他 都不信他 现在耶稣知道法利塞人 说他收门徒比约翰还多 耶稣现在知道法利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比约翰还多 约翰就是在约旦河施洗 约翰就在约旦河施洗 耶稣他就避开约旦河 耶稣就避开约旦 他就避开约旦河 他就不下去那个地方 他不下去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应该有犹太人在 因为那个地方应该有法利塞人 应该有法利塞人在那里 法利塞人抵挡他 法利塞人抵挡他 拒绝他 拒绝他 不信他 所以他反而不经过约旦河外 所以他不经过约旦河外 所以他现在要离开约旦河外 往加利利去 他怎么办呢 所以他现在离开猶太 猶太 往加利利去 他怎么办 在这个施洗的地方是抵挡他 在这个施洗的地方是抵挡他的 法利塞人在那里 法利塞人在那里 于是 耶稣说 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耶稣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就来到撒玛利亚 他就来到撒玛利亚 那这里就有个妇人 那那边有个妇人 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 耶稣就是主动地找他 耶稣是主动来找他 跟他要水喝 跟他要水喝 其实是耶稣尋找他 其实是耶稣在寻找他 我们看见这个妇人 怎么样是信了耶稣 我们看见这妇人 怎么来信耶稣 其实是有个过程 其实是有个过程 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过程是我们很熟悉的 耶稣就是要水喝 耶稣问他要水喝 然后跟他谈到 那这个妇人就是最后 最初就是 她就是 长话短说 那长话短说 她是在逃避的 她是在逃避的 但是耶稣捉住她的问题 那耶稣就抓住她的问题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就有的都不是你的 现在有的不是你的 那这个妇人就慢慢认识她 这个妇人就慢慢认识她 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她对耶稣的 称呼 我们就看到 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她对耶稣的称呼去看 她先说 你既是犹太人 她先说 你既是犹太人 为什么像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 她第一个对耶稣的认识是犹太人 第一个对耶稣的认识是犹太人 第二个对她的认识呢 第二个对她的认识 就是对先生 第二个认识就是先生 她称呼她是先生 她对她称呼先生 第一节 第一节 第十一节 父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正有心 父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仅有身 你都没有打水的器具 这个心 你怎样来得活水呢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怎么可以得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祖宗雅各还大吗 难道你比我们祖宗雅各还大吗 耶稣就跟他说 我有活水 我可以赐给你 耶稣就跟他说 我有活水 我可以赐给你 继续我们就看见 耶稣跟他说 你当信我 然后耶稣就跟他说 你当信我 那他父人就跟他说 第25节 那父人就跟他说 第25节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 耶稣就跟他说 这个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那耶稣就跟他说 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第29节 第29节 他就跟人说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他就跟人家说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于是很多人就来找耶稣 于是很多人来看耶稣了 他们都信了耶稣 那他们就信耶稣了 第40节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第42节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耶稣在那里住了两天 然后第42节 然后第42节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真是救世主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撒玛利亚人听见妇人的话 他们又听见耶稣的话 又听见耶稣的话 亲自听见 亲自听见 就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就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撒玛利亚人信的人 就越来越多 撒玛利亚信的人就越来越多 就更多了 就更多了 就many more many more 是很多的 many 还要more many 还叫more 更多 更多 所以耶稣他说 他要去加利利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要去加利利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在他的心目中来看 在他的心目中来看 一方面是法利塞人拒绝他 一方面是法利塞人拒绝他 第二方面 他知道 我必须作那猜我来者的功 第二方面 他知道 他必须作那猜我来者的功 所以他经过撒玛利亚 在这个地方 全城很多人都相信耶稣 在那个地方 全城很多人都信了耶稣 他是犹太人 从他是犹太人 认识他是犹太人 其实他是犹太人 到认识他是先生 是拉比 到认识他是先生 是拉比 都认识他是弥赛亚 到认识他是弥赛亚 是救世主 是救世主 耶稣说 你当信我 耶稣说你当信我 夫人你当信我 夫人你当信我 对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 对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 耶稣来寻找他 耶稣来寻找他 耶稣说你当信我 耶稣说你当信我 耶稣有活水 耶稣有活水 他是活水的供应者 他是活水的供应者 这一段说出你当信我 我是供应你一切需要的人 这一段就讲你当信我 我是供应你一切需要的人 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你生命有什么缺乏 甚至你陷在罪里面 甚至你陷在罪里面 好像这个妇人一样 他的生命 其实就一直被抽空 被涂空 被他的罪 被他的欲望 被他的欲望 是拿走了 拿走的 以至去到一个地步 以至到他一个地步 他不敢见其他人 他不敢见别人 在大热天 他才出来拿水 就是大热天时 大家都休息的时候 他才出来拿水 就是别人在休息的时候 但是耶稣来寻他 但是耶稣来找他 他就信耶稣 他就改变 他就信耶稣 他就改变 他从前很怕人 从前他很怕人 他有生命很大的改变 他有生命很大的改变 因为耶稣满足了 他里面的需要 因为耶稣满足了 他里面的需要 他就起来 去稳日讲话 他就起来 去找人讲话 他就是基督 难道他就是基督吗 他整个人很大的翻转 他整个人很大的翻转 这个是他生命的经历 这个是他生命的经历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 老一弟兄姊妹 我们的经历 这也是六一 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 我们经历了之后 我们就同人说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他将我授来一切 所说的 所做的 都说出来了 莫非这个 他就会跟人说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他把我素来所做的 都讲出来了 他就讲我从前婚姻怎么破碎 怎么不好 走到今天是怎么改变的 其实我们台上的见证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见证一样 我们台上的见证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见证一样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撒玛利亚城很多人信耶稣 撒玛利亚城很多信耶稣 盼望我们的见证都这样被神用 盼望我们的见证也这样被神使用 这段圣经显示出 耶稣他是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这段圣经就显示 耶稣是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你生命里面需要的供应者 你生命里面需要的供应者 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耶稣能够满足你 耶稣能够满足你 耶稣能够改变你 耶稣能够改变你 耶稣能够让你整个人 是有生命的方向 有目标有意义 耶稣让你整个人 有生命的方向 有目标有意义 你不再需要追逐 寻找地上的那一切的东西 你不再需要 短暂的 或者犯罪的东西 地上的一切满足 或者让你犯罪的 耶稣能够让你生命完全的改变 耶稣可以让你生命完全改变 这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第二段43到54节 第二段43到54 耶稣他是生命的供应者 前面是说生命的需要 前面是生命的需要 你当信我 你当信我 下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 是更加具体 更加具体 深入 你当信我 你当信我 信我什么呢 我是生命的主 我是生命的主 我是医治的主 我是医治的主 耶稣在这个地方 医治好 那个大神的乙子 耶稣在这里 医好了大臣的儿子 那个重点在哪里呢 那重点是在哪里呢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的乙子活了 哪人信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耶稣 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我特别加上 哪人信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我特别加上 那人信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我们和本留了翻 我们和本漏了翻出来 对他 对他 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他就信了 就回去了 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他信了 就回去了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耶稣跟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你的儿子活了 哪人信耶稣对他的话 那人信耶稣对他的话 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 我们揣摩一下 这个大神的 罗马大观的心情 我们揣摩一下 这个罗马大观的心情 他看到他的儿子 就来死了 他看见他的儿子快死了 他就知道耶稣来了加拿 他也知道耶稣来了加拿 在加拿那里 曾经耶稣行过一件神迹 在加拿那里 耶稣曾经行过一件神迹 就是行过头一个神迹 就行了头一件神迹 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 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 这个神迹都传到加伯龙 这个神迹也传到加伯龙 这个大观是管那个地方的 这个大观是管那个地方的 他就知道耶稣有点了道 他知道耶稣是可以做事的 现在他的儿子就死了 那现在他的儿子快死了 他很爱这个儿子 他很爱他的儿子 我的儿子快死了 他看着他的儿子快死了 他要做一个决定 他就做一个决定 我留在他旁边看着他陪他 我留在他旁边看着他陪他 这个儿子就离开这个世界很需要我 这个儿子快离开这个世界很需要我 我陪着他 看到他最后一面是很重要的 还是我要去找耶稣呢 耶稣不是走五分钟你就找到的 耶稣不是说走五分钟你就找到了 要走一天的路 可能没见到耶稣 他已经死了 可能还没见到耶稣 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不理了 他做决定 他仍然在私盼望 他不理了 他就做决定 他仍有意思的盼望 他可能跟儿子说 他就跟儿子讲 儿子你要坚强 儿子你要坚强 我去找耶稣 我去找耶稣 你要撑住 你要撑住 你不可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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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找耶稣 我现在去找耶稣 这个是父亲的心情 你要撑住 儿子 撑住 他就跑去找耶稣 看到耶稣 我儿子快死了 求你下去帮他 医他 我的儿子快死了 求你去帮他 医好他 他就跑去找耶稣 耶稣就跟他说 耶稣就跟他说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你的儿子活了 活了 活了 就是有生命了 就是有生命了 他原本就死了 他原本就快死了 现在你的儿子活了 现在你儿子活了 圣经就说 哪人信耶稣对他的话 圣经就说 那人信耶稣对他的话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哇 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很重要 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很重要 原本他来要抓住他 原本他是要抓住他 拉他去 把他拉去 把他拉去 然后耶稣说 你回去吧 现在耶稣说你回去吧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你的儿子可以了 你的儿子可以了 他活了 他活了 这个大臣 什么心情 这大臣是什么心情 他要不要离开耶稣 他要不要离开耶稣 他是付很大的代价来抓耶稣 他是付很大的代价来抓耶稣 抓他去医治的儿子 抓他去医治好他儿子 原本这个医生说 不用了 他就好了 现在医生说不用了 他好了 他信了耶稣对他的话 他的行动 他的行动 他就离开 他就离开 他就去 他就去 就在回去的途中 就在回去的途中 他有仆人来跟他说 他的仆人跟他说 你的儿子好了 你的儿子好了 活了 活了 是什么时候 他问什么时候 就是他说 那个仆人在末时 就是在末时 其实是第二天的 就是第二天的 就是耶稣跟他说 你活 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那时间就是 耶稣跟他说 你儿子活了 就是他用信心的行动 离开耶稣 回家的时候 就是他用信心的行动 离开耶稣回家的时候 于是他全家就信了耶稣 孩子 你当信我 孩子 你当信我 我们当信耶稣 我们当信耶稣 信祂是基督 信祂是基督 让我们的灵魂得救 让我们的灵魂得救 信祂是生命 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信祂是生命一切需要的供应者 祂是救世主 更加信祂是给我生命的那位主 更加信祂是给我生命的那位 这是在加拿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这是在加拿行的第二件神迹 这件神迹显出他是生命的主 这件神迹显出他是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是给予我们生命的那位 他是给予我们生命的那位 弟兄姐妹 我们有什么需要 弟兄姊妹 我们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最大的缺乏 有什么最大的缺乏 其实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 其实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 Amen 现在我们香港在加拿里面 现在我们香港在加拿里面 我们也都相信 我们也要相信 耶稣是我们的答案 耶稣是我们的答案 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 是我们这个加拿时刻 最需要的 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者 所以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 那个需要的供应者 你的需要是什么 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他是供应我们一次 他是供应我们的神 是 老人 我把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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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